Hey Guys大家好,我是原有斯卡特,歡迎收看今天4月14日的每日情報 今天的內容可能會有一點多,原有們也可以按照需要去按照自己的章節 可能每個場都有點長,原有們也會內心去看 開始今天的每日情報之前,希望大家記得如果你們還沒按訂閱的話,快點按訂閱吧 還有記得按鈴鐺,以後每逢我出片或新的通知的時候,我都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還有喜歡所有原有們,抽卡順利,勾氣滿滿,小寶弟,博歪和十列三金 首先講講崩鐵的相關的內容,沒錯,看回大家崩鐵的2.1版本的望距之庭明天就更新 沒錯,今天是星期,明天就是星期,正常會有更新 有關於這個望距之庭,生日期的望距之庭,效果是如下 首先就是我方每次攻擊的時候,會令敵方全體陷入記憶印記 處於記憶印記狀態,敵方受到的傷害會提高5% 這個效果最多可以碟加6層 當這個印記碟加到上層的時候,就會立即對敵方全體根據其各自的生命力上限,就造成一次一定的百分比傷害 當敵方目標進入戰鬥的時候,如果長順其他目標處於這個印記狀態的時候,也會獲得相同層數的印記 即是說,一些掛出來的時候,只要旁邊的掛有相同層數的話,新城的掛也會計成層數 而每一波或每一輪開始的時候,就會消除敵方全體記憶印記,即是會有重置的效果 基本上,我剛剛說了一波那麼長,可能大家也不知道效果,不要緊,我可以有重置的重點 其實基本上很簡單,就是要不斷地打這個輸出,打輸出的時候會疊層 過程中,敵方全體,無論是生成什麼怪都好,他都是全部會計成層數 換句話說,他的層數是不會減的,只會增加不會減 6層之後,所敵方即時扣血量,雖然他沒有說他即時扣血量會重置層數 但他似乎是觸發了這個效果,他的層數不會重置 換句話說,在扣血的同時,他受傷害也提過 同時,層數會在每一波開始的時候重置,所以不要想著這個效果會累計到下一波 或是這麼說,敵方也會享用即時扣血量的效果 在這裡也為大家介紹一下,接下來的望卻要打的怪 其實望卻12層要打的怪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看,要打這些私人東西,真的很麻煩 基本上上半段,我比較推薦可以帶雷系或兩指屬性的輸出 我比較推薦可以用王傳旅象輸出 而下半段,基本上共通點都可以兵 所以下半段,我比較推薦用鏡流和角色去打這個輸出 接下來就說說完神的相關資訊 提醒大家就是,深陵羅選4.5版的第3期,將會在星期二更新 雖然不是今天或明天,但以防晚一可能明天也不會出片 先說清楚 有關於第3期的於月祝福的效果 效果就是,角色觸發觸擴散後 對5中的所有角色的普攻重擊效果造成的傷害會提升20% 在這個效果持續10秒,每0.1秒最多觸發一次,最多可以疊加三層,每層獨立計時 很關鍵,觸發擴散後打這個普攻輸出 我個人認為這個於月祝福也不難觸發 換句話說,最多可以在10秒之內增傷,普攻重擊效果增傷60% 這次的深淵,我個人認為是比較容易組裝,推薦用萬葉燒流浪者去組成上下半段 當然,沿用上一期的深淵也沒問題 沿用岩屁書桌也不錯,只不過 今期的深淵用岩屁書桌是無法吃香的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轉不轉陣容,或者用平時的陣容 最後就是關於4.6版本的限定角色詞 前兩天官方公佈了個卡詞 林妮、伯仁、流浪者和霸術 在這裡為大家做一個粗略簡單的抽卡建議 有關於針對著每個角色的詳細價值的抽卡建議,我會逐一說 先看看原有們的抽取意向 我之前幾天有搞到一個投票,大家可能會問想抽一下 伯仁、林妮、伯水、流浪者 我發現原來大部份原有一定會選出伯仁 抽取率是高達80% 林妮、伯水、流浪者的比例就比較少 我懷疑大部份人應該都有這些角色,或者本身不想抽 我個人認為這次的卡詞相對來說是比較一般的 先講講上本卡詞,伯仁和林妮 兩位的火害角色,而且定位基本上是主司 是屬於有需要抽取才選擇抽獲的情況 伯仁的強度暫時未知才未明 林妮基本上從之前的數據來說,林妮的強度是比較一般的 整體上的抽取價值就不算很高 而至於下半卡詞相對於上本卡詞來說,抽取價值就相對比較好 伯仁是雷草和水素材的關鍵,所以擁有一定的抽取價值 而流浪者作為一個風系主司,雖然實用性沒有其他主司那麼好 但因為她是大世界T0的緣故 所以整體上來說,這兩個角色的抽取率也算是比較好 然後再做一續說,有歸於這四位角色的抽取建議 當然啦,粗了這麼說,詳細了之後做在說 伯仁的抽取角色和保命座,我就評為可以的 即是評為第二級 因為伯仁的強度暫時未明 有人都會覺得伯仁會超過胡桃主 但大家知道主司強度可能會隨著環境有所變化 所以整體的抽取率可能就不算很高 而至於因為她的玩法比較深奧和新鮮的緣故 根據技能描述,可能就需要搭配指定隊友 在這個情況之下,相對不利於新手援去抽 所以我就評價為可以 而至於林莉的話,林莉我就評為可以和建議 因為林莉主要打這裡的重擊遠程輸出 基本上玩法和金魚差不多接近 是需要一定的瞄準技術 所以對於手機黨來說就不太友好 而命座方面,其實可以大幅度提升林莉的強度 我個人認為就評為三級 原有門需要追求強度的話可以保命座 當然啦,不是必須啦 即是零命的林莉都可以 然後就是流浪者,流浪者我抽到角色2方面 我就評為4-3級,即是鼓勵和建議 而保命座方面我就評為建議或可疑 因為流浪者最大賣點可以飛 飛的話基本上已經贏了大世界很多主司 可能對於其他角色來說 他可以飛的能力是一個非常有利 即是可以用來抽他 大家知道 如果沒有抽的話,其實基本上我建議大家可以抽一隻來玩一下,飛什麼都好 而至於命座強度方面,我個人認為相對一般 當然啦,其實也是有一定的提升 如果原有門想追求強度的話可以抽 但我個人認為抽命座對整體上的提升不算很大 所以我就評為可以 而最後就是八術 八術的話我就評為鼓勵 抽取的話我就評為鼓勵,但如果你說輪寶命座的話我就評為一級不必 那我先講講八術 其實他的草是奶媽,醫的人可以全對回血 這個能力基本上是比較獨有 我個人認為其實都算是非常強力的 尤其是如果大家有玩開雷草或者水草的時候,八術作為一個奶媽來說,入雷草和水草陣容作為一個奶媽,其實都是相當出色的 但是命座方面,因為其實他不會提升強度,基本上零命的八術已經夠奶了 況且其實八術本身就沒有必要暫存輸出的緣故,所以就不推薦抽命座 所以說整個4.6版本的抽卡意義方向,那我就會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為這樣是對的,但其實我個人的見解我就是覺得 八術等於流浪者,再大過林尼,再等於暴人,再等於全石 當然如果元友們你們本身想期待的話,想再之後去抽更多火開角色的話,你也可以選在流石裡面 但如果對於一些角色不夠多的元友們來說,其實我建議會這樣排好一點 當然啦,這個是一個抽取建議,即是抽卡,是基於大家沒有這個角色的情況,只要抽的 如果你們本身的角色有的話,其實都可以不用跟隨的,按照自己的需要,或者 本身你可能哪個角色的XP來抽,不用理我 所以說,以上就是有關於今天4月14日的每日情無忌所有的龍,希望今天的龍給了元友們的參考 當然不妨忘記CSL,如果有無疑問的話,也很歡迎下面提出問題 好,就這樣吧,今天每日情報就到這裡,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